開始了 我們首先再次歡迎你們參加 激消不不生 親子關係成長過程 今天是激發努部全能的第三期獲程 緊合技術 自我和他人 我們開始最後一期的第一課 怎樣整合技術和建立 一個完整的心理的病毒 剛才我們開始的時候 大家小組都有機會 大家彼此認識 大家分享你的名字 參加副成的原因 在親子關係裡面 你覺得最大的挑戰 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分享最近在親子關係的一些經歷 有一些反思 通常我們開始課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真人實力 來分享的 今天我們邀請4A組出來 分享他們的個案 請CLA組上來 下禮拜是4B 中文人的同學 也要做到 各個行動 按照他的課程 保證 保證大家在 各課程有實際的幫助 所以每一次我們都有一個小組 出來分享他們實在的個案 采用這些個案 怎麼應用 我們每一課所學的策略 那些步驟 可以演出你們的案例當中親子的互動情況 不同的組員可以去扮演 父親母親的角色 孩子的角色 敘述者的角色 敘述者先介紹這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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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義中間有兩個案例 我們可以很快講 第一個案例是不敢去學游泳的兒子 他是八歲 突然有一天他臉沉著臉很生氣的樣子跟爸媽講 這個夏天我絕對不去上游泳課 爸爸就問他 寶貝啊我以為你不是很喜歡游泳的嗎 孩子就帶著招呼的語氣聲 沒錯 老爸 重點就是我已經會游泳了 爸爸說我知道你會游泳 但上課讓你學得更好 而且你跟你的好朋友都會去上課 你天天就跟他一起玩啊 亞哥就一直搖頭 沒關係我不在乎 他堅定的聲音流露出一種恐懼 爸爸求你不要逼我啦 爸爸就爸媽都很震驚 怎麼兒子居然會拒絕跟自己最好的朋友一起去玩呢 還是做運動是絕對是第一次他喜歡的 這是他第一次 第二個案例 這是一個孩子聽音樂 這個作者他太太在懷孕的時候 常常唱歌給肚子裡面的孩子聽 唱什麼歌呢 這是他的祖母曾經唱給他聽的 表達孩子對生活和母親的愛的歌曲 當孩子出生第一個禮拜 Daniel就邀請同事參與做一個實驗 叫同事來做一個演技 他一直持續唱了三首不同的歌曲 毫無疑問當孩子聽到這個俗世的那首歌 他的眼睛就張得很大顯得很流心 所以同事都能夠很於辨別出他們的注意力水平的變化 當他們在媽媽肚子裡面聽到爸爸唱歌 一個知覺性的記憶就已經形成了 等一下分組你可以分享你們自己的案例 頭像是A組一樣 最近孩子有沒有過去經歷 受著過去經歷的影響有反應的時刻 當中發生了什麼 孩子有什麼表現 家長跟孩子有什麼反應 要做成一個怎麼樣的互動 結果怎麼樣 你願意怎麼樣不願意怎麼樣 我們反思經歷的時候 當中有什麼感受 大家分組的時候就可以分享 現在我們把時間交給4A組 這個真實的個案呢 是發生在一件導火事件上 母親生日那天是星期天 因為媽媽覺得女兒已經很久沒回教會了 所以在星期六就跟她說 希望她生日那天 女兒可以陪她一起上教會 然後再一起吃午飯 女兒呢也答應了 但是沒想到 女兒因為星期六晚上 在朋友家 sleep over 星期天早上呢就起不來 媽媽呢也不知道 女兒不上教會 女兒不上教會 在星期天早上 還很開心的給她打電話 現在電話響了 女兒 女兒啊 起床啦 一會兒我來接妳去教會 哎呀 睡不起來了 不去啦 不去就算了 媽媽呢其實很不開心 自己就去了教會 因為很多次 女兒都是答應妳了 但是最後沒去 一心想著這次生日 女兒一定不會反悔 但是始終還是 反悔了 媽媽回了教會以後呢 看到女兒就很生氣 嘿 妳答應我去教會 妳又反悔了 人家起不來嗎 妳啊已經幾次這樣子 反悔了 妳這樣 會破壞很多事情的 以後出來做事 讓別人怎麼信任妳呢 妳要改啦 妳這麼兇幹什麼啊 換的是哥哥 妳就不會這麼囉嗦 阿哥才不像妳這樣 哥哥什麼都比我好 所以妳總是疼哥哥 不疼我 我什麼時候只疼哥哥 不疼妳呢 妳也是我生的 怎麼會不疼妳呢 哥哥有什麼不開心 有什麼需要 妳都會很關心她 聽她說 幫她的事情都做好 我就不一樣 說話沒人聽 沒人關心我 沒人關心我 哥哥得到最多的 哥關心最好的東西 妳兩個我都疼 不過 哥哥平時 就喜歡說話 說話多 什麼好 不好的 她都會表達出來 所以就讓我容易明白 她的需要 但是妳呢 妳就很少說話 又很少表示 所以我就以為 妳沒問題啦 一切都OK 妳是我媽媽 妳應該知道 我的需要 我為什麼每件事 都要跟你說呢 妳不說 我怎會知道呢 我又不是妳肚子裡的蛔蟲 那妳不要想那麼多啦 我一樣疼妳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妳不用解釋了 總之 這是我的感覺 不會錯的啦 從小到大 妳只聽哥哥的 我聽什麼 我說什麼都不被重視 我在妳心中沒有地位 沒有價值 永遠是第二 反正妳疼哥哥疼 多過我 唉 這時候媽媽覺得很無奈 謝謝 謝謝4A組 很精采 我們想到現在 現今發生的事情 受過去的經驗所影響 希望今天 我們從科學的角度去看 我們過去怎麼影響今天 我們怎麼可以整合我們的記憶 可以建立完整的心理的拼圖 好像剛剛的個案一樣 當孩子很害怕很生氣很激烈的時候 有激烈的情緒 我們不能理解它 原因很簡單 其實 其實 孩子可能是餓了 可能是累了 可能覺得很無聊 可能孩子只要兩三歲 還是很小 他根本還沒有成熟 所以常常有情緒的反應 有其他的情況 他在反常的行為 背後有更深層的原因 除了人間他 幸運後 的反應 可 凋起了過去 慘痛的經歷 到底什麼是記憶呢 以前發生的事 跟現在 跟以後發生 有什麼影響呢 最簡單的去明白 記憶呢 是一種聯想 大佬有一個能力 把信息 想法 身體的感覺 氣味 景象 和過去所發生 類似的經驗 聯繫起來 所以就影響到 現在我們所看見 或解決到的東西的理解 為什麼兩個人 經歷同樣的東西 大家有不同的反應 比如看到一隻狗 你兒子看到狗很開心 過去摸牠 可能太太看到 同一隻狗 牠一隻狗會大叫 我們對現在這些事情 所遇到的人事物 跟親密的關係 分音的關係 我們的反應呢 大部分 都受過去經歷所影響的 當我們有些經驗的時候 到裡面的神經源 就連結起來了 當它開火 神經就連結起來 老科學專家就說 我們的聯想 就製造出來 神經源一起激活 一起連串 我們試試做一個示範 請6B組 六位同學上來 這六位同學 好 上我們牢裡面的神經源 神裡掛著你的牌上來 我們腦子裡面有 有1100的神經源 有很多無數的連結 我們記憶怎麼來呢 我們想跟大家來看一看 不是很想要的 在這個部分 會不會讓人擄進 跟那個動作 很正確的 我們的意見 還有這幾個動作 一件事物的 、我們在做個動作 很正確的 狗的神经元 现在有个狗出现了 狗的神经元被刺激了 这个狗很温存 很友善的 你摸它 你觉得很有温暖的感觉 你神经刺激 你表示 同时这个神经元就刺激 就串联起来 把那个神经元拖起手 然后我摸着狗很软的 很温暖 心里面就很舒服的感觉 就契及这个神经元 这舒服的神经元 就跟其他的神经元 一起联系起来 这个心力就由这个神经元来组织 下一次见到有狗 大家下次看到有狗 大家要一起来激活这个神经元 看到狗都回忆过去 对狗的那个体验 很舒服的 很温暖的 有很舒服的感觉 这个是我们的经历 在脑子里面 在神经元里面 我们现在要讲另外一个经历 同时也看到一只狗 激动这个神经元 但是这个狗就狂叫 一直在呼呼一直叫 就契及你这个神经元 他狂叫的时候 你就开始惊了 害怕了 那感受 就可能就跑了 因为你这个惊怕的神经元 因为你这个惊怕的神经元 大家激起这个 一起的神经元 就一起串联起来 我们会串联起来的神经元 这个成为脑里面一个记忆 有一个经历 下一次看到狗的时候 你就激起这个神经元 无论这个狗是怎么样 里面的印象 它会狂叫的 让你很害怕的 你身体有这个感受很害 你想要会逃跑 这个是我们的记忆 跟神经元的关系 谢谢势必主上来给我们示范 当我们的记忆会 就是我们的影响 这些神经元串联起来 就造成我们的一些回忆 我们会期待将来发生的事情 塑助我们的感知 过去的经历呢 可是影响我们现在 还有将来 甚至在亲密关系里面的经历 你成长期的时候 你跟父母的互动关系 跟你母亲的互动关系 婚姻里面跟你配偶的互动关系 很深刻的影响 会造成我们脑里面的神经元 串联的经历 这些记忆不是那么准确的 每一样的回忆 我们回忆的时候 会编了一个成分 当我们回忆的时候 激活了神经元 跟同事发生这个偏马的神经元很相似 但是不是一模一样 无论如何 我们很坚持 我记得很清楚的 这是这样的 但是有时候 我们的记忆也会扭曲的 偏马的这段时间 你的心理的状态 回忆的时候 那种心理的状态 会影响改变 对这段是记忆的本身 我们讲这的故事 有一次现实 好像是历史小说 但是并非真正的历史 所以很明言 我做婚姻治疗的 统一个事情发生 太太在 丈夫在 当时发生的是什么 你的经历是什么 我就听到太太在 在讲在讲在讲 一直不停很烦啊 今天你很冷 看到你的血漏很旧啊 我是觉得很旧了 你的血漏 两个人有不同的世界 世界是一模一样 但一个人记忆 过去这个不好 他就一直啰啰嗦嗦 另外一个是 纪念你关心我 所以记忆跟运作 就不一样 我们里头有两种记忆 一种叫内隐记忆 右脑的 另外一种记忆叫内险 外险记忆 一个内隐记忆 外险是左脑的 我们先讲内隐的记忆 内隐记忆 我们出生之后已经形成了 我们内隐的记忆 在记忆 经历里面就是编码了 生命出生到头18个月 都把经历编码成为内隐的记忆 一个婴儿那么小 他记得不是那个事情 他不是能够表达出来 但是他记得父母称 亲难 气食 味道 听到他们的声音 自得知己 自得情绪 身体的感觉 后来所学习到的行为 这些进到他的右脑 内隐的记忆 这些过去的记忆 内隐记忆呢 对使我们对世界运转方式 产生期待 这些神经元一起激活 一起串联 造成我们对过去记忆的基础 所建立的一个特定的心理模式 内隐记保障我们安全 让我们怎么看自己 我们从这些经历怎么看自己 你觉得你是一个值得爱的人 你成长起你的经历了 就造成一个心理的模式 你的怎么看法 在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哭的时候 家人怎么反应 不总吵啊 吃饱了又还在吵 但有可能家人 你哭了他就抱住你 就造成你心理的模式 说我心边的人是不是可靠 是不是能够满足我的需要 这样会影响你对世界的看法 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还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这个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会形成心理的模式 这个内隐记心理的模式 是很重要的 保证我们的安全 当我们有危险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可以做出反应 这个内隐记忆 是有时候在意识不好的时候 影响我们 当我们可以了解这样的感觉 从哪里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有意识地去控制 脑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开始重建 重构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感觉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到我们一想的时候 联想起来我们的经历 例如我看到一个女士 她每一次一到地下室的时候 最会很害怕 这个楼梯下去 黑黑的 她第一个台阶 她就发抖了 怕到 觉得还流冷汗 我就了解她的历史一下 小时时候 在楼梯原来被人家推下去 她从第一个台阶就这样 滚下去了 所以她虽然事件记得不 记不起 但是身体这个感受记得 情绪的记忆还在那边 所以每次去到那边 就觉得 哇 这个地方是危险的 不要走下去 所以这个过去 这个记忆就非常厉害 影响她 孩子也是一样 受她的内隐记忆影响 我们帮助她认识内隐记忆 实在透过讲故事 帮助她这些体验 成为有意义的 帮助她去处理当中 那些恐惧 当我们讲 怎么去整合这个记忆呢 从内隐记忆来开始 转到外显的记忆 变成外显的记忆 我们可以理解 可以医治 过去的创伤 三个学生 我们讲过 这两种记忆 内隐记忆跟外显记忆的比较 左手是内隐记忆 以后是先天出世的时候就有 外显记忆是一岁以后才开始形成 你记得是小时候有什么记忆 可能是两三岁你才记得 这是内隐的记忆 可以用言语来表达 我们记忆出来的时候呢 是没有意思的 外显记忆的时候是有记忆的 我们想到过去 内隐的外显的记忆 我们行为 情绪 身体都会不会忘记 都会记住 大脑忘记 身体也不会忘记 特别是去创伤的经历 有时候受过虐待的人 因为以前很贫穷 心里面不舒服 当我有遇到贫穷 我这个很不开心的情绪又回来了 就要医治它 外显记忆 有一个自我 有一个实践的思想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自己在这里 是什么时候 内隐之一是心理常识 对现在有很大的影响 忘记了视觉 但是平常这个心理模式 形象我们怎么带人处事 一些亲密关系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 外显的记忆呢 我们记得一些事实 一些情节 我们可以用言语去表达 可以了解多重的意义 内隐之一那个编码呢 不需要意识的 是我们的海马 完全没有关系 外显记忆是需要意识去介入 海马跟这个前皮叶层 用这个脑这个模 这个帮助我们的记忆去 去整合 内隐之一可以很积极的 有时候很消极的 积极的话可以帮助 你成长一直被爱来照顾 你一哭就有人来照顾你 安抚你 你一直都觉得 我有需要的时候 就一定有人来帮助我 你里面有这样的期待 但是有人伤害我的时候 不安的时候 总是有得到安慰 有人来帮助我 所以变成你的心里面 一个信念 这个内隐之一呢 可以消极的 相反的经历 有困难的时候 你爸妈妈是生气你 对你很揽默 都觉得你很麻烦 你一直体验到负面 这个不害心的感觉 这消极的感觉 埋到我们的内隐机里面 我们意识不到 成为很多的地雷 地雷的特色呢 你看不见 你一踩下去就会爆炸 会炸死人 很多时候 我们有一些创伤的经历 在我们的内隐机 传在里面 好像传在里面的地雷 很多很亲密的人 才会踩到这个地雷 你的朋友 你的孩子 你的家长 不觉得 一踩到你这个地雷 你就有一个很激烈的反应 这是我们不记得 不清楚 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那那个内隐机 当中那个恐惧 那个回背 那个悲伤 那个创伤的情绪 那身体的感觉 一受刺激的时候 传播会出来 就是你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要很慌症 有其他的问题 心理的问题 影响我们的心状血压 当我们小孩子 有负面的经历影响的时候 非常重要 我们要帮助他们 用意识吃光 帮他们进到 这个内隐机里面 让内隐的机外显化 让他意识到 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知道时候的时候 就知道怎么去处理了 所以我们要教孩子 健康的方法 整合他内隐的记忆 变成右脑的记忆 变成外显的记忆 这样痛苦的记忆 这样人生的力量 可以帮助他去解决 很可惜了 一般法案的家长 你哭 你讲讲吧 你为什么那么痛苦 什么事情影响 我们通常说 不要哭 不准哭 不要提 就没事了 所以我们成长的环境 这样的经历 用压医去否认 往下疏小 去忘记 这成为很多的地雷 这害死你的配偶 跟害死你的孩子 大脑中可能海马 这功能是很重要 整合我们内险记忆 跟外险记忆 让我们更了解自己 在某些的情绪病 有忧郁的时候 直接听海马的神经元 有抑郁的时候 你不去处理 海马这个神经元 就会越来越死掉 当你做脑部的扫描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 你可以看 莲梁朵 海马这个情况 你要忧郁的 你不去看医生 不去吃药 不去处理 十年以后 你的海马的神经元 死了四分之一 你那时候 所有的病人 医来医去医不好了 原因就是这样 海马的神经元 已经死了一大部分 给他一二三种药 很高的训量 分量都没有办法 有反应 因为这个神经元坏了 海马是非常重要 海马把内险记忆的 图像感受 组合成为 完整的一个图像 并成一个外显的 可以理解到的记忆 我们怎么去看海马呢 是一个专业的 海马是一个专业的 拼图高手 好像小朋友很喜欢拼图 一两块 一百块 有一千块 五千块 一万块 这个拼图 这很有刺激 海马是这样 大门过去的 记得碎片 合并起来 变成一个 和平的图像 就是外显的记忆 有一个完整的图像 可以反昔 了解内心里面的情况 海马的功能 是非常重要 整合内显的记忆 跟外显的记忆 了解我们生活的故事 我们了解了 我们就可以处理内心 那种情绪 那种恐惧 那种反忆等等 可以知道我们的过去 怎么会影响我们现在 有时候家长你要知道 孩子没有做什么特别 他只是做孩子要做的事情 你走过这个地方 怎么有那么大的反应呢 这个儿子在打击 他就打 打game 但是一走过这个地方 心里面不舒服 有一个很大的反应呢 我们做作业的时候 就要有机会去想一想 要是没有机会给孩子一个空间 让他们去表达他里面的那种感受 回想 他遇到了压力 这个内影记忆呢 好像拼图一样 一路一直都有碎片 他没有办法理解 一个成为生命里面的一些地雷 相反的又是我们帮助他 把过去能够整合到现在 去了解他里面心里的过程 他的运作 让他们自己可以控制到 他的思想和行为 越能够帮助孩子 整合过去的内影记忆呢 越能够帮助孩子 对过去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现在做出的影响 我们需要让他有一个正确的反应 有些事情 过去孩子的经历 对现在的影响 今天教大家一些工具 把内影的记忆 把外显的记忆 把它减合起来 可以分担他们的控制的感 内影的记忆和地雷一样 影响他们的行为 情绪和感觉 影响我们的身体 对于事情是非常的危险 第一个原因 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他感受到 不足道我们所有的情绪 特别是负面的情绪 当你害怕的时候 当你失望的时候 当你不满的时候 你悲伤的时候 小孩子 他会感觉到你的情绪 YouTube可以去看 一个妈妈唱歌 这个几个月大的小孩 有一个情绪的反应 妈妈唱得很伤心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孩子开始哭了 你可以看看 非常感人 我们以为婴还没有反应 很小的孩子 几个月大 当他在睡觉的时候 父母在吵架 刺激他的脑 他有这个不安全的部分 来反应出来 这个研究很有趣 我们就动 怎么去做这个睡眠怎么样 这个睡眠 这个有一个机器很大 在车厌震动的扫描 让这个婴孩放在里面 当他睡着了 放在机器里面 扫描他的脑 第一群的婴孩 在播放一些家人 吵架 这种的情景 那片段 那声音 我们看到孩子 这个脑 就有这个感觉 不安 紧张 另外一种就是 这个安舒 反应 其实说 吵架 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 但是他在睡觉 他也进到他的大脑里面 这个内隐记忆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情绪不好的时候 我们孩子 绝对很大的影响 一定不能保持这个平静 安全的心态 家长 婚姻很紧张的时候 有角力的时候 孩子一定感觉到 他虽然讲不出来 但影响了他的大脑 第二个原因 我们内隐的记忆呢 很多时候 做出反应 做出一些我们平常没有做的反应 过去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创伤 也许我们过去被 我们的父母 夫事 不处理 我们觉得很沮丧 我们很难 去关心 尊重我们的孩子 特别我们这个内隐的记忆的影响 有时候家长非常重要 当我们有一个强烈情绪反应的时候 不要向孩子去发誓 我们要看看我们里面的 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现在有什么反应呢 是不是合理呢 这个儿子坐在那边 他什么都没有做 你走过 为什么有这样反击 这个答案不合理的时候 没有道理的时候 你就问自己 到底在我里面 现在 我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我联想着一些什么东西 我现在这样感受 这个行为 是从哪里来的呢 亲子关系 夫妇关系 都需要去这样去问自己 帮助我们 当我们问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把这个内隐记忆 整合我们的大脑 当大长整合自己的大脑 我们可以直接可以帮助到孩子 去整合他的大脑 课本的作解 就这样做 今天作为我们的决令 符合提神 我们要整合我们自己的大脑 通过整合内隐记忆和外险记忆 把意识之光照进过去的痛苦时刻 能够缺杀到你过去如何影响 现在你与孩子的关系 可以对你的问题 对自己和孩子的情绪造成的影响 保持警觉 当你感觉到无助 沮丧或反应过度时 看看那些感受的背后是什么 探索他们是否与过去的事件有关 然后你就能把过去的经验 带到今天 把他们融入你的整个生命的历程 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能自由地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父母 你将找到生命的意义 只有作与你的孩子 找到他们生命的意义 下面下去有几个卡通 我们看看 他教导我们怎么把孩子的内容的记忆 把它变成是外显的记忆 我们大脑记住所有发生的事情 好像电脑的memory一样 但是不是一个与完整连贯的方式 好像拼图的碎片一样 一片片在里面 我们要把它和平成为一个完整的图画 要把所发生的事情讲出来 当我们注意去讲过去的经历 这个体验呢 这个拼图把这些碎片能够拼凑起来 还真的是好像生日会了 讲开心的生日会 记住这些美好的时刻 有时发生的事情让我们难过的 我们可以接触在讲的时候 可以控制这个感受 如果不去处理进去内容的记忆呢 你突然间造成恐惧的感觉 一些悲伤的感觉 一些愤怒的感觉 最后有一个例子 也是讲那个小狗 这个小狗在 一直在叫 它就很惧怕了 所以有不同的惧怕 邻居的小狗 它是很有善的 你可以摸它 你就把这个内隐的记忆 也变成一个外显的经历 这个内隐的经历 那个恐惧的经历 把它整 把它两个整合在一起 就可以更勇敢 更快乐 更镇静 你要是用英语跟孩子解释 下面要几个图片 一样的是用英文的 我们的审核记 怎么那么重要 我们现在要看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创造主的启示 圣经里面有一组的书卷 叫诗歌书 包括诗篇 今天我们看的 诗歌书主要是纪律 人在神面前的经历 在神面前去反省 生命里面的一些的体验 当中我们都看到 这两种记忆 我们一起来读出来 诗篇63篇5节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碎肥油 我也要咬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这节经文有两个动词 我们去讲到第一个是纪念 就是跟思想 纪念是记得回想的意思 思想是包括默想 想出的和想象 当世人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专注的能力 记忆转现想象神 心灵就得到这个改变了 改变成为一个很丰富的满足感 于是用言语来赞美神 我们接触内影机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怎么样呢 外显的记忆就是赞美了 台形我们这节经文 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 那个记忆是纪念神的 在里面纪念神的信实 而慈爱 重复去反思神是怎么样 他的位格 他的信实 他的慈爱 他的作为 在宇宙中的作为 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这些记忆 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们要重复去回想 去纪念 在神里面这样的体验呢 我们的心灵里面 是一个丰富满足的感觉 我们的嘴唇也充满了 欢喜快乐的赞美 我们把内影机 把外显的记忆 都能够连绘起来 刚刚我们又敢讲一讲 怎么处理刚刚的那些实力 怎么帮助孩子 也帮助自己去探索 我们内影的记忆 邀请我们 谁主上来 我们可以 应用 当孩子看起来的反应是 不是那么寻常 我们要考虑一下 你里头有没有一些内影记忆 现在影响你心灵的模式 我们找基督去帮孩子去探索 让他冷静的时候 就可以讲 让他讲以前的事情 讲到他当众的感受 他的情绪 他的身体的感受 整个图画就出来了 教导他 怎么内影的记忆 这大脑会想到过去的事情 虽然没有意识到 但回想的时候的 不愉快的事 他可以讲出 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有些什么感受 这可以联系过去 不愉快的经历 现在大脑的反应 这可以了解 他自己的感受 从哪里来 也帮助他 有意识地控制 过去发生的事情 重新的建构 新意 新的感受 用新的方式去看 这个不愉快的感受 要想一些更好的回忆 来平静我们这个情绪 帮助孩子 帮他的 自己跟他的大脑说 大脑谢谢你 你也想保证我的安全 那现在情况 跟以前是有点不一样 能够教孩子 做一些深呼吸 一些满满的心呼吸 让他身体的紧张 不安的情绪 能够减低 也想到一些好的经历 跟孩子说 以前发生的不好的经历 已经过去了 现在经历是新的 现在你已经长大了 跟过去的几年 十几年不一样 你现在很聪明 很能干 更懂事 更强壮 更成熟 你更 我们现在可以处理到 这些的情绪 还是有紧张的感觉 让他自己对大脑 讲一些什么 让他知道 这些焦虑是过去的经历 现在不需要了 用讲故事的模式 帮助他整合内影的记忆 外显的记忆 让他当中增加 他的理解力 可医治过去的创伤的能力 现在把这个时间交给 这一组 处理怎么刚刚的问题 怎么帮助他的内影记忆 跟外显的记忆 的互动 这时候呢 妈妈看到女儿这么激动 就开始运用 他的上层大脑来思考 给自己先冷静下来 直到这个时候 只会越解释 女儿呢 会越反感 心里呢 就在想 怎么样再把EQ般的知识 应用到这个处境中 虽然妈妈心里 很清楚知道 其实自己是没有偏心的 只是疼哥哥 但是既然女儿有这样的感觉 首先就必须 先跟女儿连接起来 要认同她的感受 因为越否定她的感受呢 就越弄桥反桌 于是她就想用同理心 去安抚她的情绪 然后再尝试 整合女儿的内显记忆 和外显记忆 可能是因为内心的需求 是没有被充分的满足 例如有几次 要求去哪里吃东西去玩 妈妈呢 最后都是听取了 哥哥的意见 而没有接纳她的意见 所以心里都 总是觉得 她自己说的事情 不被重视 所以就认定了 哥哥呢 是 妈妈肯定是疼哥哥多一点 长期积压起来 对妈妈的不满 直到这一次冲突 就爆发了出来 女儿啊 你现在很不开心 那不如我们一起来 做一些深呼吸的运动 这样大家冷静下来 我们再慢慢地谈一下 你的内心感受 好不好啊 于是两母女一起坐下来 做一个深呼吸 EQ班黄医生所教的深呼吸运动 做了几次以后呢 大家都开始觉得没那么激动了 可以来一起聊聊天啊 女儿啊 其实 都也很感谢你 这样坦白地 来说出你内心的感受 让我知道 原来你一直都觉得 自己在家里是没有地位 没被重视 又被忽略 是不是这样啊 因为女儿觉得 妈妈能够这样认同她的想法 了解她的想法 态度就开始软化下来 就是啊 你今天呢 就说了 你今天说的话呢 让我反省到自己 我以前是错的 因为我一直以为 我花多点时间 教好哥哥 让你有一个好的版样学习 原来反而让你觉得 疏忽了你 让你觉得很难受 其实我心里也都很难受 很不舒服 那这样吧 我也很希望 我们可以来一起 努力修补我们的关系 妈妈为了和你相处好一点 现在呢 其实我每个礼拜天 都去上亲子学习班的 这样好不好啊 好啊 妈妈 今天你今天生日 我们出去吃东西吧 好吧 嗯 等等 嗯 等等 女儿啊 亲一口先 I love you 我也爱你妈妈 非常地精彩 谢谢他们的 其实每一天在家里面都发生这些事情 亲子关系很紧张 大家情绪被挑起来 就踩到一些地雷 你看他母女很好 冷静了 可以想一想 过去所发生的事 内影的记忆 那种经历 怎么影响母亲 以为以后叫好哥哥 女儿就跟着了 女儿就被负责了 当他们在看见这些经历 我们看到意识之光 配合的时候 本来是内影的记忆 隐藏的地雷 就变成一个外显的记忆 整合起来了 就可以理解了 可以有一个改变 有一个改变的能力在那边 谢谢他们这一组的表演 你们每一组也可以分享 讲你们的案例 在每一组里面 讲义有力也是有 怎么应用 上床睡的时候 爸爸问他怕什么 他说过去 就因为被游泳的教练 把他推下水 比他头扔下去 我们这小组 讲讲个人的作业 希望大家去完成 小组 就阅读着 参与节的契约 讲运12月 就知道参加课程 你参加这个课程有什么责任 要上一期参加 没有交回这个课后的评估表 你还没有交 跟你赶快交 今天你第一次来参加的呢 请你去填好 这个报名表 货程的第13月 签好以后交给组长 上个学期 还没有完成 网上课程那个自我评估了 讲运14到18 请大家尽早次完成 也知道你组长 组员的电邮 因为不方便 完成这个Hot Copy 就交给Sheller 这些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当中有一个讲运附关系的经历 你在田去成长期 跟你最亲密的 跟你父母 你的经历 来评估一下 希望大家还没有做到 你去跟孩子 去网上这个课程开始 这个评估 在19到23页 也需要填词你的组别 分组的时候 阅读参加时的契约 分享你遇到的案例 孩子的过去的内影记忆 怎么引起现今的情况 跟你的互动 大家可以讲怎么处理 还有 大家去请留意 你发现孩子的反应 非常反应的时候 你就用这些问题去反思 发生什么 他孩子怎么反应 他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的反应合不合理 跟过去的经历有没有关系 在意识之光 去了解 过去对现今的影响 下一步讲到第二个 怎么重引记忆 叫大家怎么用我们的思维的遥控器 先有一些报告 我把时间叫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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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